今天是父亲节 在这里祝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按照美国的传统 美国的历史 从1910年到现在 差不多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这100多年来 我们有一个发现是说 父亲节好像没有父亲节那么浓郁 那么热烈 那究竟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所以有人前来过去就开始调查 就开始了解 最后得出的结论 其中之一可能是 每一个家庭当中都有一位 几乎每一个家庭 都有一位可口可气的母亲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家庭当中 都有一位让人敬仰的父亲 所以每分父亲节的时候 就显得比父亲节稍微冷淡一些 但是在每一个父亲节的时候 我们还是忠心祝愿每一位父亲 父亲节快乐 神与每一个父亲同在 神使用每一位父亲来祝福自己的家庭 祝福自己的儿女 那有人就对父亲 家庭当中的父亲有一个研究 特别是这种婚姻家庭的这些专家们 那了解到整个家庭的状况之后 对于父亲有一个分类 分类封成五类父亲 那五类父亲包括缺席型的父亲 权威型的父亲 指责型的父亲 还有暴虐型的父亲 还有慈爱型的父亲 五类父亲 那怎么讲呢 什么是缺席型的父亲呢 缺席型的父亲 就是说家庭当中的父亲 在情感当中 在儿女当中是缺席的 那当中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父亲过世 或者是父母离婚 或者是父亲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以至于造成缺席型的父亲 那其实规定父亲 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很多的家庭当中 父亲尽管是在家里 每天都好像是出现在儿女的面前 妻子的面前 但是这个父亲却很少于家人 很少于儿女有沟通 以至于父亲在儿女的心动当中 成为一个缺席的父亲 在感情当中没有沟通 那儿女呢 有了成绩 父亲没有办法 与儿女来分享一个喜悦 那儿女在这个情绪低潮的时候 那父亲也没有办法去理解 安慰 扶持 以至于尽管父亲在家里 但是父亲却成为缺席型的父亲 那第二类父亲是权威型的父亲 那父亲尽管是比较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这个父亲在儿女的面前 对父亲的这个印象呢 可能就是一种就像法官一样 非常严厉 非常严肃 敬而远之 那他对父亲 对天父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折射到父亲的身上 这位父亲是权威性的父亲 包括天父 那刚刚那个缺席型的父亲 也是如果儿女姓主以后 他总觉得这个天父 跟他离得非常的远 渴望不可及 所以父亲的影响 会延续到儿女 对父亲的这个印象当中 那第三个是指责性的父亲 那父亲还是觉得儿女很喜爱 很爱自己的儿女 但是这种爱的表达方式 是用批评指责的方式来表达爱 特别是我们华人 我们表达爱的方式 比如说夫妻之间 这个丈夫表达爱的方式 不是用口头 不是用语言 而是用做家务 来表达我爱你 或者是表达我道歉 那父亲对儿女的这种表达方式 爱的表达方式 往往就是用批评指责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儿女对于这个父亲的形象 也差不多就是老板式的主管式的那种比较严厉的父亲的形象 那他信主以后 那对天父的印象也是差不多如此 觉得不管自己怎么做 怎么说 那这位天父就像这位父亲一样 他总是好像老是坚定你 老师 老师 时刻准备要指出你的错误来 以达到来纠正你的目的 他不是用正面的方式来纠正 而是用指责批评的方式来纠正儿女 以至于儿女尽管爱自己的父亲 但是也是跟父亲保持一种距离 没有办法跟父亲在一起畅所欲言 分享自己的喜乐 分享自己的忧愁 没有办法 那第四类的父亲就是暴虐性的父亲 那这种父亲根本谈不上对儿女的爱 而是用暴力的方式 甚至性侵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表达自己的一些人生的那种 甚至是对社会的那种愤怒 所以在这种家庭当中长大的儿女 那对父亲的印象 那就谈不上什么爱啊怜悯 那这种父亲在儿女的心目当中 最好这种父亲最好离得越远越好 眼不见起 心静靠这种 那他这种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 如果他信主以后 他就很难跟这个天父 跟这位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建立 很难 他就觉得这种天父 是不是也像这位父亲一样 是一种抱怨性的父亲呢 那如果没有医治的话 没有释放的话 那这类的孩子尽管幸福 那他对这个天父 他只是一种表面的一种认识 表面的一种关系 很难建立一个深层次的关系 那最后 这类父亲是慈爱型的父亲 那这类的父亲呢 真的是对自己的孩子 非常的爱 非常的连续 他愿意参与到孩子的任何的阶段当中 孩子有成绩 他一直跟他一起来分享这个快乐 一起来鼓励 一起来庆祝 那当孩子失败的时候 心情低落的时候 他愿意来安慰 来扶持 一起来陪伴孩子等过 那当然 这类父亲也不会溺爱自己的孩子 该管教的时候 仍然会管教 甚至是责任 但是当每次管教 每次责打之后呢 他用十倍的这种慈爱 来拟 来鼓励 来扶持 常常这样的父亲 常常会对儿女 会用肯定的 积极的言语 来建造他 来扶持他 常常会说 我爱你 你真是很棒 你真是一个很自律的孩子 你真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 听话的孩子 我不以你 我真的以你为骄傲 等等 那这类的父亲 能够反射出天赋的性情来 那这五类父亲 你是做父亲的 你是属于哪类父亲呢 对照这 研究发现的五类父亲 你是什么样的父亲 或者你的父亲 是什么样的父亲呢 那么自己 我就常常反思 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父亲 可能是一个混合性的 一个父亲 也有时候有慈爱 有时候也责打自己的孩子 甚至是呢 在家里好像也是一个缺席性的父亲 好像也在家里 但是很少跟孩子们有深度的沟通 等等 那有时候我也反思我的父亲 我发现两个的父亲 是严重缺席性的父亲 我自己的父亲 是缺席性的父亲 我们都很爱他 他很吵很吵打我 当然也打过 但是他最主要 他是一个缺席性的父亲 因为我父亲工作的地方 离家里很远 所以我的父母是分居性的父母 所以我的父亲呢 他礼拜日我会骑自行车 讲他说 会从他工作的学校里 回到家中 星期六晚上回来 我们很高兴 可是第二天呢 礼拜天 白天他要帮母亲干家务 甚至干农活 我初二之前 家里还算农村的 所以母亲 还有农活需要的帮忙 所以他需要 礼拜天很长的时间 要帮母亲 所以跟我们儿女 还是很少有沟通 可是到礼拜天的下午 甚至晚上的时候 他要骑脚踏车 又要去他上班的地方 等到我高三的时候 那他好不容易 从他工作的地方 最后调到我们住的县城 他就可以每天都会回家 可是我高三的时候就考大学 就走了 所以我们父子之间 那个关系呢 就真的是 我们很爱他 相信他也很爱我们 可是好像那个关系就很远 不亲近 那我记得说 我考大学 我大学的第一学期 在北京商大学 真的很想假 第一次出远门 而且出了不仅远 而且时间长 好几个月 所以非常想假 那上午考完试 下午就坐火车 坐两天的火车 回到家 见了父亲是很高兴 可是我们表达的方式 不是拥抱 不是说我好想你 而是就像你 同志之间的关系 就是没有那种亲近 现在我们跟儿女在一起 我们动不动就要拥抱他 亲他 那种亲密关系 我相信很多 我们这个年岁的 从中国大陆出来的 这个年岁的人 相信父母 大部分是这样的 不会表达对儿女的这种 这种爱 更难用身体的语言 或者是语言上 来表达那个爱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缺乏 那我不知道说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父亲 你自己是 你自己的父亲 又是什么样的父亲 那刚才知道这种类型的父亲 真正属于 那个暴虐性的父亲 其实比较少 但是也有 我们常常通过新闻 甚至我们周围也能听到 这样的父亲 暴虐性父亲 常常对自己的儿女 甚至自己的配偶 是以暴力 来发现自己的脾气 那比较多的是 这种 当然这种 慈爱性的父亲 慈爱性的父亲 也在我们华人的 这个家庭当中 比较少 比较少 那比较多的是 这种权威性 或指责性的父亲 常常我在教会当中 我们能够听到 有些弟兄姐妹讲的 他说 他自己的父亲是真人 或者是说 他自己的父亲 是受日式教育的 那什么意思呢 背后的意思 就是自己的父亲 非常的严格浪 非常的权威 要求自己的儿女 一板一眼的 是属于这种权威性 甚至指责性的父亲 最多的是缺席型的父亲 不管是我们父辈 还是我们自己做父亲的 可能这个缺席的父亲 是占绝大多数 特别是我们华人当中 尽管我们没有过世 尽管我们没有离婚 尽管我们也没有在外地工作 我们可能天天在家里 但我们却是一个 缺席的父亲 所以进入21世纪的时候 联合国有一个调查 他预言说 进入21世纪的时候 普遍会有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呢 不局限于美国 或者是中国 是全球性的 会有一个危机 就是家庭危机 而导致家庭危机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无复活时代 没有父亲的世代 缺行型的父亲 所以联合国的那个调查是说 38%的孩子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 而绝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六的单亲家庭 是父亲不在儿女的身边 孩子是个名亲在座 那这本书叫 刚才联合国的那个 其实是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杂志 叫 美中新闻当中 百分之三十八的孩子 是单亲家庭 而单亲家庭当中 百分之八十六 只是母亲带着孩子 父亲不在儿女的身边 那这本书的书名叫 不父的美国 刚才说那是不父的时代 这是不父的美国 那这个调查 也是说百分之四十的孩子 晚上见不到父亲 那有一半的青少年 在十八岁之前 不遇父亲不遇住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造成了家 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家庭危机 那这个家庭危机 就会造成社会的一个危机 所以为什么青少年的暴力犯罪那么普遍 空前的同居 甚至空前被公怀孕等等 家庭的暴力 其实跟这个家庭的缺陷 家庭危机 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这是美国 那中国大陆呢 台湾呢 同样也是不父的时代 不父的美国 那台湾曾经在1980年代 有一个运动 叫爸爸回家吃晚饭的运动 有多少人还记得 这个大规模的一个运动 1980年代 有人知道 那当时的一个著名的艺人 可能叫松岳 他做一个电视广报 那个广告在听就叫说 你也生了 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吗 透过这样的一个广报 来呼召爸爸回家吃晚饭 因为这也是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问题 家庭危机 那现在没有改善 就说没有改善 日本也是一样 一下班 父亲一般不会回家 都要到酒馆里 跟老板同事 要喝点酒 吃个饭 然后才会回家 那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说 有多少人听过996这个词 996 还有247 有很多人听过996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名字 叫247 什么叫996呢 那中国从1995年大陆 从9995年开始有双修日 周六的周日可以休息 但是这几十年来 真正落实双修日的衡守 特别过去之十多年和二十年 很多网络公司 实际上是996的作息时间 也不是过去的朝九晚五 而是朝九晚九工作六天 所以叫996 早晨九点上班 晚上九点下班 然后工作六天 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有一个专家是说 996已经结束 247是未来 247就说 一天工作24个小时 一周工作7天 叫247 因为只要你是在互联网工作 只要你用手机 老板主管随时可以召唤人 所以你是on call 不管你在家 你在公司 你等于随时都是处于上班的状态 现在中国很多父亲下班以后 不敢下班 像美国俄人 直到一到点 很终点 那秒钟一到 马上就走 西前都已经说是好 很多人 但周大部就说不是这样 比着看谁下班 特别是要让主管老板看见 要表现成对公司的忠诚 当然很多人也是为了加班费 如果没有加班费的话 生活是相当的拮据 所以你看 时代是在进步 但是人 特别是父亲 被这个工作 被这个社会已经牢牢的受苦主 真正能够 心思时间花在孩子 家庭身上 这个时间精力就很少 很少 那我们到底是 对你刚才 那五种类型的父亲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父亲呢 要做什么样的父亲 我们当然不能做缺席性的父亲 更不能做这种暴虐性的父亲 我们也不能做权威性的父亲 或指责性的父亲 我们需要做慈爱性的父亲 慈爱性的父亲 但是 什么样的父亲 是慈爱性的父亲呢 刚才在慈爱性的父亲当中 我们提到很多 一些因素 怎么来鼓励自己的孩子 在他有成就的时候 一起分享他的喜悦 在他失败的时候 挫折的时候 怎么来一起陪他度过 来鼓励他 建造他 等等 那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更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父亲 我们的职责在哪里 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父亲 跟社会上的父亲 还有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 因为你还有神的过父 神的计划在你身上 你既然结婚 成家有自己的孩子 你在家庭当中 你神已经指定你为家庭的头 家庭的主 所以你在家庭当中 是有担当 是有责任 责任 我们提到主 头 我们马上想到的是权利 可是那是在社会上的 想到说这是我的头 首先想到它是权利 但是神让父亲 丈夫在家里 说你是一家生徒 是家里的头 不是强调你的权利 家庭相反 是强调你的担当 你的责任 你的义务 那这个担当责任义务 有很多 你要供养自己的家 你要保护自己的家 等等 抚养自己的孩子等等 花时间 花精力 那更重要的 就像这本经文 刚才说的这本经文 神给以色列的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不光是给以色列人的 更是给我们属生儿女 也是给我们父亲的 给我们父亲的 刚才这本经文是这么说 我们从两方面来分享 一方面父亲要成为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 经文是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耶和华的神 是独一的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和华的神 我今日所丰富你的话 要记在心上 作为父亲 谁是你的主 孟文啊 对照这段话 谁是作为父亲的主 是你的工作吗 你的失业吗 你的老板吗 是不是你的主 甚至你的儿女 你的配偶 是不是也成为你的主了呢 什么会成为我们的主呢 就是你的心思 你的意念 你的时间 你的才华 你的能力 所清除的地方 人物 他就是你的主 那在这里是说 敬意 我们在什么方面呢 如果你尽心敬意 敬意 所在的不是神 那你所在的那个人 或者那个事 那个物 就成为你的主 以后化身 主耶稣 就不是你的主 所以作父亲呢 我们要在家庭当中 有担当 有责任 首先我要走正确的方向 你要带你家 你要带你正确的方向 你走错了方向 你再不用力 都是不孝 首先让这个神 成为你的主 你的神 而且尽心尽力 来爱他 那第六节这里说 今日所丰富的话 要记在心上 神的话 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满脑子 到底是人的话 书上的话 还是神的话 当然这个书 不是指圣经吗 我们满脑子想的 到底是什么 我们所记住的 到底是什么 在这里是说 神的话 要存在我们的心里 成为我们生命的量 存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 一 我们不能得罪神 我们不会得罪神 二 我们可以有一个 指导的原则 指导的方向 以至于我们可以带回家 所以 如果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 不补金 我们怎么期望儿女 补金 我们不祷告 怎么期望儿女 我们不聚会 我们 不敬拜神 怎么来期待儿女 来敬拜神 来祷告呢 所以在这里强调说 我们做父亲 我们本身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记得有一位 姐妹 她做见证 因为在教会里 带领弟兄姐妹 要有一个设认 说要设认 一个父亲 她就想说 我的父亲 对我那么好 我怎么来饶恕 我胜利他呢 哎呀 她就祷告 祷告 最后 神提醒他 神提醒他 最后她想到说 当时神提醒他 说 哦 我要原谅我的父亲 因为他没有用神的爱 来爱我 他父亲没有用外婆 所以就没有办法用神的爱 来爱他 所以当要想到说 饶恕自己的父亲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可饶恕的 因为他在上学期间 哎呀 父亲真的是 亲心亲意 来帮助他 来上学 照顾他 来爱他 但是 这位父亲 却没有用神的爱 来爱他 因为这位父亲 他根本不认识神 怎么可能用神的爱 来爱自己的儿女 做父亲呢 除了要成为这样一个 敬畏神的人 而且还要殷勤地教训儿女 那经文接下来是说 你要殷勤地教训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罗上 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我真的建议 你去过一个老敌心老姐的家里 他真的是这样 家里的门框 那个窗子那个框上 全贴的是金文 他的厨房的墙上也是 到处都贴的是金文 他是说 因为年纪大了 记不住 所以常常通过这些金文 来提醒自己 用神的话来提醒自己 后来 这个夫妇其实年纪很大 都七十多岁 后来卖了这房 然后到中国大陆 做宣教室 不怪八十的人 那犹太人也是 特别是那些敬天的犹太人 他们就是 按照字面来遵守这段圣经 把金文记在手上 然后包在帽子上 然后记在图上 这里也不是说 要求金星姐妹 照着字面来 记在手上 戴在罗上 或者是贴在门框上 但是我们有没有 常常的来谈论神的事 我们有没有常常在家里 甚至是在你工作的场所 来谈神的事情 我们常常谈论的 是不是那些股票 甚至是闲话 在这里提醒我们 是常常要谈论神的事情 谈圣经也好 谈神经也好 谈神经也好 谈神经的事情也好 然后是要教训我们的儿女 来知道 来踪行 那我们的孩子 以上学 就交于公立学校 就用别人来塑造 来影响 那如果我们做父母的 如果在这时候不尽力的话 儿女一定是随头逐流 我常常提醒一些做父母的 我们将来能够带到天上的 你的财务 你的房屋 你的葬款 都带不去 只有儿女 有可能带到天上 我是说有可能带到天上 那你希望你的儿女将来在天上吗 你希望吗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到天上 跟我们在一起 跟神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们在地上 那个影响力不超过 这个老师 这个公立学校 那种负面的教育化 那儿女很有可能 进到天堂 所以做父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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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子是很重要 是需要我们 靠神的努力 在儿女的身上 更是要花时间 花精力 不管你的工作多忙 你的工作有多重要 你的工作再重要 也重要 不过将来 能不能到天堂这件事情 我们过去 几周 讲过天堂 讲过地狱 讲过人 都要有意思 你可能会做老板 很多人可能不会做老板 一生都只能做员工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个人真的是这样平等的 在事业当中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平等的 就是我们都要进坟墓 那事情是最大的 当我们肉体要进坟墓的时候 我们的灵魂 能不能进天堂 那才是人生当中最要紧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重最要紧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把时间精力花在我们的儿女身上 那有一个弟兄特别逗 特别幽默 他常常说 我们有了儿子 我们就成了儿子 我们有了孙子 我们就成了孙子 也就是说 我们是被儿子影响 然后被孙子 孙女影响 而不是我做父亲的来影响他们 或者做爷爷来影响他们 这是一个现实 谁到底来影响谁 那从圣经当中 神的命令当中 是要求我们做父亲的 做父母的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有句话讲得非常好 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在他父亲身上发现神 他就不能在神里长到父亲的形象 所以你知道说 这位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有多大 那阿波借着这个短短的信息 提醒我们所有的父亲 当然也可以转告我们的父亲 如果我们的父亲还健在的话 让我们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父亲 神心目当中要我们做的那位父亲 而不是社会眼目当中要做的那位父亲 是神眼中 或者是神话语当中 那个标准的那位父亲 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真正的福气 能够带给我们的儿女 今天除了是父亲节 那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就是我们有三个家庭 愿意把他们的儿女 奉献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心志 要用神的话 神的爱来带领自己的孩子 要跟同神 一生一世 那这三个家庭呢 在这里 三个家庭是 妈妈第一个家庭是 妈妈是黄威斯姐妹 父亲是晴晴汉 一生带孩子上来 第二个家庭 他两个孩子 阿祝琴和Morgan 这两个孩子 他们愿意要 先在神的面前 第二个家庭 父亲是陈哲宇姐妹 父亲是戴珍弟兄 戴着你的孩子 请上来 第三个家庭 父亲是刘雄姐妹 父亲是高博弟兄 孩子是David 戴着弟兄他们的孩子 是David 戴着自己的孩子 来上来 我们有一个简短的 宫儿奉献 借着众弟兄姐妹 的见证 我们来把这四位孩子 三个家庭 我们放在神的面前 借着众弟兄姐妹的祷告 我们求神来引领 这三个家庭 引领这四个孩子 OK 好 就站在这 主耶稣说 让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又按手 祝福他们 现在我受教会的委托 问你们做父母的心愿 请你们务必真心回答 若是甘心乐意 就请回答 我乐意 OK 我问你们父母 你们是否诚心愿意带领孩子认识神 归向基督 接受他为救福和生命的主 成为他的能主 你们愿意吗 我愿意 感谢主 你们是否愿意照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孩子 使孩子一生也不偏离主的道 你们愿意吗 愿意 感谢主 你们是否愿意借着天父赐给你们的能力 忠誠主道 爱神爱人 热心侍奉 成为你们孩子效法的好榜样 好榜样 你愿意吗 感谢主 你们是否愿意带领孩子自小参加教会聚会 以及活动 接受属于生命的灾品 愿意吗 感谢主 那既然你们愿意 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你们的孩子来祷告 把孩子奉献给神 愿他们的智慧 生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 都一起增长 OK 我请所有兽型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一起起立 伸出你的手 我们一起来为这四位孩子 一起来祷告 好 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的孩子祷告 好吗 主 我们借着祷告 把这四位孩子 把Given 把Morgan 把Mather 把Dame 这四位孩子 你所宝贵的孩子 放在主的手中 他们是主 你自己赏赐给 这三个家庭的产业 在你自己的眼中 是宝贵 主 你也让我们 效法儿童 这些孩子 主 因为在天国的正式 像这些孩子一样 单纯信靠你的人 主 借着祷告 借着众弟兄姐妹 举手的祷告 主 去求你的圣灵来充满 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 让他们一生 一世 到老也不偏离 你自己来带领 他们的声量 主 一直有耶稣基督的声量 并神和人 爱他们的心 一起都增长 主 你自己来塑造他们 在他们一生的道路当中 不管是求学 不管是工作 不管是将来 他们的家庭 事业 主 都求你自己来引领 主 更是也帮助他们的父母 主 让他们的父母 在祝你自己的恩典当中 圣灵的淡灵之下 有属天的智慧能力 来帮助他们的孩子来成长 主 帮助他们 从小认识独一的真实 主 帮助他们用神灵自己的话 来引导塑造他们的孩子 主 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 恭敬的仰望 交托 你在这三个家庭当中 你设立宝座 你来掌权 作王 你自己来大大的充满 在这三个家庭当中 主 你自己来引导 主 你掌权作王 你自己来做主 主 我们恭敬的就放在主的手中 你来成就你的旨意和计划 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请 阿们 好 教会有一个礼物 不是礼物了 证书 要不 给你们 OK 看个人心 包括 来 待遇 OK 好 谢谢你们 今天还有一件启示 我们也是在这里祝贺 我们国内堂里四位弟兄姐妹 他们毕业 从普通的学校 不同的degree毕业 这四位弟兄姐妹 有张涛弟兄 怎么回事 OK 还有一件启示贴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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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上位姐妹 还有 还有 E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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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吗 Ethan 还 Ethan Ethan 我来吗 没有 OK 还有 我们的师母 是师母 师母看小孩呢 交费是有主要给你们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看见 可能还在宫上 也许在宫中 等我拿到手再给你们 也要为你们祷告 请起立为你们来祷告 双超弟兄 还有三名建民 为这两位毕业生 也为耿圣母 还为Ethan来祷告 我们同样 举起你的手 我们来为他们祝福 为他们祷告 天父母感谢你 为这四位毕业生 我们献上感谢和敬拜 你的恩典够他们使用 以至于他们在过去的时日当中 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 主啊 今天他们可以站在这里 主啊 告一个段落 主啊 在学业上 不论将来他们还继续求学 还是要找工作 还是怎么样 有人生的选择 都求主 你自己来引导 你在他们生命当中 主啊 你做那个掌管的工作 引导的工作 主啊 让他们出入 都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 在你的引导当中 主啊 你自己来带领他们 不管是学什么样的专业 或者找什么样的工作 主啊 让他们凭的不是自己的心意 而是主你自己的旨意 你自己的计划 主啊 让他们行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 主啊 道老也不偏离 主 谢谢你 成为他们的主 成为他们的王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继续大大的来祝福 带领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请坐 时间交给主席